这个小饼真的是一酥到底 层层起酥,一口下去,唇齿留香 真的是爱死了 千万不要错过哦 锅中倒入70克面粉 小火炒至颜色微微发黄 可以闻到面粉的香气 关火 盛出晾凉备用 再准备120克普通面粉 加入5克白糖,30克油 玉米油,猪油都可以 50克水 搅拌上絮状 再揉成光滑稍软的面团 用保鲜膜包好,先放一旁 再准备70克面粉 加入35克油 搅拌至无干面粉 整理成团 同样用保鲜膜包好 和油皮面放到一起,醒面半小时 接着在碗中倒入炒熟的面粉 20克熟芝麻 20克熟的花生碎 5克椒盐粉 40克糖粉 混合均匀 芝麻可以提前用擀面杖擀碎 这样会更加提升香气 再加入45克油 拌匀 拌匀 根据馅料的干湿程度 再加入25克左右的清水 拌至成团 再平均分成10份 揉成小圆球备用 然后取出油皮面,按扁 放上油酥面团 包起来 收口捏紧 记得撒面粉防粘 先用擀面杖压一压 让油酥分布得更均匀 再擀成长方形的大面饼 厚度在2-3厚米左右 表面刷上清水 在宠上之下卷起来 再均分成10份 取一个面剂,先将两头捏合 再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饼状 放入馅料,包好 稍微整形 再增反面擀成牛舌状 全部都做好后,摆放到烤盘里 送进预热好的烤箱 上下火180度 烤30分钟 具体时间和温度 还要根据自家烤箱的脾气来调整 取出来量着凉透就可以开吃了 看着叫点小酥饼 真的是一酥到底 层层起酥 大馅薄皮,一口下去唇齿流香 这味道真的是爱死了 很自信地告诉你 绝对比买的还好吃 朋友们千万别错过 赶快做起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